为何越来越严重 这段不是掌锅造成的 定是用错了什么东西 或是自己没有忌口 臣妾爱惜容吗 不敢破了面相 有皇上不高兴 得罪了贵妃 是臣妾的不是 挨了打臣妾也受着 只是臣妾已经清淡饮食 按时用药了 可恋还是害得越来越厉害 臣妾心里又惶又怕 不敢面见皇上 只得向皇后娘娘申诉 臣妾也问了伺候没答应的人 都说她这几日饮食十分注意 就连用水 也特意用了萧荣化淤的义饮水 你用的是什么药 太医院拿的药 说是贵妃打了臣妾 也愿稀释宁人 所以特意送了药来 略表歉意 药你带了吗 这药是奴婢去太医院取来的 确实这个没错 当日臣妾也在 为了六宫和睦 是臣妾全贵妃送药给梅答应 也是臣妾让苏联 以贵妃的名义去取的药 皇亲 牛才在 方才其辱替朕整过平安麦 她还在吗 为皇上 齐太医现在正在聘店 给皇上你冬日敬古的方子呢 让她过来 看看这药有什么名堂 这 主 喝点粥吧 姐姐呢 回来了没有 主 贤主才走没多久 您别着急 去了好久了呀 你说 会不会是皇上因为昨晚的事 怪罪姐姐了 主 您想多了 也行 你去帮我看一看 主 快去 是 回皇上 皇后娘娘 这药是出自太医院的御药房 这没错 只是被加入了白花丹 这药到底做什么用 回皇上 这白花丹是产自南方的一种 半灌木药材 一般的情况不会担用的 因为它有毒 尤其是皮肤杰出以后 尤其是皮肤杰出以后 皇上 臣妾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请将苏联拿这样的药来害臣妾 请皇上明见 药虽然是臣妾让苏联送去的 可若是臣妾做下这般天理不容的事情 臣妾就不会带着梅答应来养心殿 一定是百般阻挠才是 皇后先坐 谢皇上 皇后贤惠 朕的心里有数 但这宿炼 皇上明见 当日是奴婢亲自去取的药 也是奴婢亲自送给梅答应的 可奴婢万万不敢往这药里 掺和别的东西啊 对了 当日奴婢正好手腕有伤 太爷们便指点的奴婢 用着波中的药取了一些抹上 说是有止血的功效 奴婢抹上之后也并无异样啊 当时擦着没事 那苏联 你再细细想想 那日去的路上 还有谁碰过这个药膏没有 再没有了 奴婢一路赶着送去 到了永和宫 就只有贤妃娘娘在那儿 奴婢送了药便回来了 是啊 那日速炼送了药来 贤妃娘娘陪臣妾坐了会儿也走了 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探视过臣妾 臣妾想起来了 那日贤妃娘娘的确打开过这瓶药口 没答应 本宫那天打开那盒药 是好心想帮你确认 是不是消肿去育的药 而且也是你让本宫留下来 帮你查看的 敢问贤妃一句 那日除了您 还有别的人有机会 触碰这瓶药膏吗 嫉妒之心人人有 贫妾也知道 自从承蒙皇上恩宠 便被人觊觎陷害 不曾想 那个人竟然是贤妃娘娘 没答应 本宫当日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你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你要是这样污蔑本宫 本宫不知道该说什么 皇上 臣妾受子侮辱 贤妃脱不了甘讯 爱请皇上明昌 皇上既然闹出这样的事情 又伤了没答应的容颜 臣妾不得不彻查了 且嫉妒是后宫嫔妃大罪 又这样暗中伤人 是后宫管教不严 乃是臣妾的罪过 皇后是有过失 但罪不在你 贤妃 无论是不是你做的 但总要问一问 这样你先回宫 本宫会让盛行司的 惊奇默默去问你 是 盛行司掌管着后宫的行御 上至嫔妃下至宫人 只要是做错事需要盘问 都要去那里 自然你若是无事也罢 若是有事 也免不了要去盛行司一趟 臣妾愿意去盛行司 以真清白 但请皇上明见 臣妾不曾做过 事情查查 总会清楚 但记得 不许逼问贤妃 不许伤她办好 那如何问得出 要是贤妃做的 自然会露出蛛丝马迹 敬请嬷嬷善于学问 他们不会被蒙蔽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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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姐姐做的 海岚 皇上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姐姐做的 你怎么来了 皇上 海长哉来了好一会儿了 因为听见皇上在里头问话 所以一直在门口耗着没有进来 海长哉刚受了足伤身子又不好 你们怎么也不拦着点 奴才实在是拦不住啊 海长哉 你如何确定 不是贤妃做的 因为贤妃姐姐身上的香囊里 并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够害人呢 没有白花丹 启如 好 回皇上 白花丹的颜色为青白色 这是深呼 应该是大血腾沿沫而成的粉末 这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当日臣妾看内务府送贤妃姐姐的香囊 针脚缝的粗糙 就打算拿回去重新缝制 怎知一看 内务府敷衍姐姐 送来的白花丹 橙色不佳是次等品 贤妃姐姐居住在延禧过 地冷偏僻 这些白花丹怕是不顶用了 恰巧臣妾屋里有大血腾粉 功效跟白花丹是一样的 可以去尸弃通经络 所以臣妾便把大血腾粉 替代了白花丹 贤妃姐姐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害人呢 既然大血腾 跟白花丹的功效一样 谁知是有毒还是无毒呢 皇上 大血腾无毒 不会毁坏容颜的 皇上 若您还是不相信 可以仔细一一清查 臣妾 臣妾倒是感谢内务府藐视姐姐 倒让姐姐可以逃过一难 这帮混车 外高采低 怎么当采的 皇清 吴徒彩彩 替朕彩 替朕去查 正 贤妃 你先坐下 这件事情 让你受委屈了 朕一定会细细再查 谢皇上 海常在 这平时 看你不言不语的 没想到如今倒是 勇气可嘉 回皇上 臣妾不是勇气可嘉 贤妃姐姐当日 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 臣妾 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 看来让你住进延禧宫 倒是让你们两个好生照应了 皇上 这件事情 臣妾一定会彻查到底 以便肃清宫尾 以正刚计 这件事情 因贵妃而起 又差点蒙蔽了皇后 依朕看 这件事情交由贤妃去查 后宫的琐事繁忙 又到了年夏 皇后还是安心其他事务吧 是 贤妃 这件事情 不论查出什么结果 都由你处置 是 是 契儒 你看看梅大爷的伤 应该留不下疤痕吧 皇上请安心 臣定会仔细医治的 亏了下的白花丹不多 用不了半个月 梅大爷就会治好 断断不会留些什么疤痕的 海长在 你要仔细着自己的身子 贤妃 正会命太医 医治你的风寒 是 都下去吧 全切告退 全切告退 你不怕了 我若一直这样趴下去 别人还没把我怎么样 我就把自己给逼死了 姐姐 你开解我的话 我都记下了 好 记得到颜喜宫来拿药 谢谢监初 在其忍耐 来的时候留心歇 我懂 在哪里 你快活到吗 我还在哪里 你还在哪里 我都想跑过家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